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忙碌于工作、家庭,为了生活奔波劳累 而当人老了,才渐渐明白,生活原来还有另外一种模样 以下这十条黄金生活法则,或许就是我们晚年要走的路 一,保持独立空间,不要和儿女一起住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 和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对双方都有好处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往往不同 如果住在一起,很容易产生矛盾和摩擦 比如,老年人习惯早睡早起,而年轻人可能喜欢熬夜 老年人喜欢安静,年轻人则可能比较热闹 而且,住在一起也会让年轻人感到没有自由,影响他们的生活 保持独立空间,可以让老年人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同时,也能让儿女们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减少矛盾的发生 这样既可以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又能让大家都过得舒适自在 二,经济自主,不要问儿女要钱 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经济自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 如果老年人总是问儿女要钱,会让儿女感到压力很大 毕竟,儿女们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负担 而且,这样也会让老年人失去尊严,觉得自己是儿女的负担 经济自主可以让老年人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比如购买生活用品,看病就医等 同时,也能让老年人在经济上更加独立,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 这样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让他们过得更加自信和从容 三,尊重选择,不要管儿女的贤事 儿孙自有儿孙福 老年人应该尊重儿女的选择,不要过多地干涉他们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和选择 儿女们也不例外 如果老年人总是管儿女的贤事,会让儿女感到反感和不满 而且,老年人的观念和年轻人往往不同 过多的干涉可能会导致矛盾和冲突 尊重选择可以让儿女们更加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同时,也能让老年人和儿女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 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这样可以让家庭更加和谐 让大家都过得更加幸福 四,守住养老前,不要太早给儿女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养老前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 不能轻易给儿女 如果老年人太早把养老前给儿女 可能会导致自己在晚年生活中遇到经济困难 而且,儿女们也可能会因为得到了养老前而变得不珍惜 甚至挥霍浪费 守住养老前可以让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有足够的资金 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比如生病,意外等 同时,也能让老年人在经济上更加独立 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 这样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让他们过得更加安心和舒适 五,精神寄托 要找到自己的爱好 活到老,学到老 老年人应该找到自己的爱好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社交圈子会逐渐变小 生活也会变得单调乏味 如果没有自己的爱好 很容易感到孤独和无聊 找到自己的爱好 可以让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有事情可做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比如,喜欢书法的老年人可以练习书法 喜欢绘画的老年人可以画画 喜欢唱歌的老年人可以唱歌等 这样可以让老年人在精神上得到满足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六,知足常乐 不要和别人攀比 人比人,气死人 老年人应该学会知足常乐 不要和别人攀比 如果老年人总是和别人攀比 会让自己感到不满足和不幸福 而且,攀比也会让老年人陷入焦虑和压力之中 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 知足常乐可以让老年人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和满足 同时,也能让老年人保持平和的心态 避免不必要的烦恼和困扰 这样可以让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过得更加轻松和愉快 七,理性消费 不要乱买保健品 天上不会掉馅饼 老年人应该理性消费 不要被虚假的保健品广告所迷惑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保健品 有些商家为了推销产品 会夸大其功效 甚至进行虚假宣传 如果老年人不理性消费 很容易上当受骗 浪费钱财 理性消费可以让老年人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稳定和安全 同时,也能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比如,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 选择合适的保健品 但不要盲目跟风 乱买保健品 八,享受生活 不要过度操劳 劳逸结合 老年人应该学会享受生活 不要过度操劳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逐渐下降 如果过度操劳 很容易导致身体疲劳和疾病 而且,过度操劳 也会让老年人失去享受生活的机会 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变得枯燥乏味 享受生活可以让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 更加放松和愉悦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比如,老年人可以出去旅游 参加社交活动 看电影等 同时,也能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态 延缓衰老 九,保持边界 不要频繁去串门 远亲不如近邻 老年人应该保持边界 不要频繁去串门 如果老年人频繁去串门 可能会打扰到别人的生活 让别人感到不舒服 而且,平凡去串门 也会让老年人自己感到疲惫和不自在 保持边界 可以让老年人和邻居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 让大家都过得更加舒适和自在 同时,也能让老年人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自己的生活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十,真是当下 不要想着黄昏恋 珍惜眼前人 老年人应该真是当下 不要想着黄昏恋 黄昏恋虽然美好 但也存在很多风险和问题 比如,可能会引起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等 而且,黄昏恋也不一定能给老年人 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真是当下 可以让老年人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和满足 同时,也能让老年人保持平和的心态 避免不必要的烦恼和困扰 比如,老年人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 享受晚年生活的乐趣 总之,人老了才明白 这十条黄金生活法则 就是晚年要走的路 人老了要为自己而活 平淡是真 知足常乐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人生最累的不是工作上的劳累 也不是生活中辛劳 而是心理上的疲惫感 人生最苦的也不是物质上的质朴和日常的辛苦 而是源自内心的那种无法言说的苦 心累和辛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体验 似乎也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普遍现象 然而,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快乐一点 还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 从而找到通往幸福人生的大门 心累是因为想得太多 顾虑太多 同时也是因为看得太重 要想摆脱心累的感觉 就要学着去放下一些东西 看淡一些东西 心累的人还真得不一定是因为事情太多 担子太重 反而是因为事无巨细 什么都想着 什么都挂着 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不会感到精疲力尽的 我们要学会把复杂的生活过得简单一些 该忘掉的就去忘掉 该放下的也要学会放下 否则心中积累的事情越来越多 也总有不堪重负的时候 辛苦的人 往往不懂得排解 也不会沟通 或者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忠肠的人 一个心中充满苦涩的人 是很值得心疼和怜惜的人 辛苦之人 必然是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难以诉说的苦衷和烦闷 人生本苦 但是我们也总要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出口 让自己的苦恼得到释放 辛苦的人 要懂得自我减压的同时 也要培养一些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生命之中总是有一些美好的事物 值得我们去拥抱 生活之中除了苦涩 也同样有甜蜜和温暖 以感恩之心面对生活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多一份轻松和坚韧 给自己的心灵松松绑 透透气 停歇一下 然后以更加轻盈的脚步继续前行 也许心累总是难免的 辛苦也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面对这一切的准备 也懂得了如何和自己 和这个世界和谐相处 所以我们总是心怀希望 勇往直前 人生的焦虑 担忧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 大多源于一个怕字 我们不妨仔细想想 是不是我们怕得太多了 怕事情做不好 怕别人看不起 怕各种各样的意外 总之怕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当恐惧占据了我们的内心的时候 恐怕很难再体会到 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要想改变担心害怕的习惯 就要从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和生活态度做起 首先 我们要明白 我们不是为了谁而活 生活也注定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如果我们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 就太不明智了 嘴长在别人身上 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只要我们自己问心无愧便好 摆脱对别人的依赖 尤其是对别人评价和议论的在意 我们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 记住 生活是自己的 开心快乐也是自己的 为了别人的一句话 或者一个举动弄得自己忐忑不安 是最愚蠢的行为 人生要想远离恐惧 还得有一种那又怎么样的气魄 人生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死 除此之外 有多少真正值得害怕的事情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越是怕 越是有人欺负我们 反而豁出去以后 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可怕了 人最怕的不是别人 是自己心中的那个心魔和桎梏 勇敢地打破自己心中的恐惧 然后再去面对任何事情 都会觉得也不过如此 看开了 也就不怕了 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把一些人和事看得太重 反而心生胆怯的 以后要学会藐视困难 同时也把他人看轻一些 这样心中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恐惧的心理也就会减轻 乃至消失 实际上所有的恐惧 都是源于自己的懦弱和不自信 而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可怕 也不是别人有多可怕 看透这个世界 看开所有的一切 最差不过要饭 最糟不过一死 从今天开始 把蜷缩着的心放开吧 我们不欠谁的 也不该谁的 堂堂正正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有何惧灾 人生中几乎所有的烦恼和痛苦 看似因为某件具体的事情 其实说到底 还是源于错误的认知 认知是一个人境界和智慧的体现 也是决定我们看待和处理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 认知的高低 才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 提升自己的认知 才能够高屋见灵 从更高的层次 去看清事物的本质和内涵 我们的一生 说白了 就是一个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 提高自己的认知的过程 同样的事情 认知不同 就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 最终结果 也一定会有所不同 认知 往往具有惯性 所以我们都会感慨 人生最难的是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核心 就是改变自己的认知 认知的提升 绝非一日之功 这个过程 往往充满着痛苦和反复 但是请相信滴水时穿 请相信 终有一天 我们的认知水平 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提高和突破 认知对了 一切也就会迎刃而解 从认知上发力 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 美好的人生 从改变认知开始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 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什么是生活 首先你得活下去 然后才是谈论活的质量如何 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就是努力地活好 但是也活不好 然后又死不起 因为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 尤其是人到中年上有老 下有小 怎么能一死了之呢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要努力地活着 哪怕未来也不一定 如我们所想的那样 发生什么变化 哪怕就是这么一天天地熬下去 只要能够活下去 也比毅然决然 甩掉自己的责任的人要好很多 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谁活得都不容易 当我们失去勇气和动力的时候 不妨去看一下那些 比我们更艰难的人吧 也许我们就释然了 生而为人 本来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人生是一场艰难的炼狱 唯有各自坚强 各自努力 至于结果怎么样 很多时候 也只能是听天由命 活不好 死不起 也只能努力地活着 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坚强 也代表着些许希望 为每一个身负重担 而砥砺前行的人 鼓掌喝彩 为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 加油鼓劲 知道吗 对于我们来说 每一个难熬的今天 都曾经是很多人 梦寐以求的明天 可惜的是 他们永远也看不到 明天出生的太阳了 珍惜当下 拥抱现在 努力生活 这就是每一个人 面对的最大的真实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游游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 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去凡从简 心静自宁 执念 是一个人的心灵毒药 一旦有了执念 就容易和自己过不去 和别人过不去 甚至和自己的人生处处作对 而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执念 则生活处处是自由 人生的快乐不是来自别处 正是来自对平淡简朴生活的一种热爱 不忘求 则心安 不忘做 则深安 知行合一 随和淡然 则生活处处是美好 若无执念在心头 人生何处不清欢 很多时候 我们内心的情节 悲伤 不安 愤怒 恐惧 埋怨等等 都是因为放不开 放不下 也大多是因为不妥协和不认输 其实 人生最大的悲哀 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无论是过去犯过的错误 还是错失的机遇 我们终究要学会释怀和忘记 谁总是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中 谁就会被过去牢牢地套住 放弃执念 就是与自己与现实达成和解 就是懂得顺其自然 执天安命 如此才可以拥有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 人生无常 不用过分执着 随缘而活便好 我们这一生 富贵也好 贫穷也罢 平庸也罢 非凡也罢 其实都是天地间的匆匆过客而已 这一生 圆满也好 遗憾也罢 我们都是时光中的陆陆行者 所以我们何必在乎那么多 又何必陷入执念呢 接纳自己 宽容别人 接受命运 这就是最好的人生 加油 共勉之 And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到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人 可以有善良和仁慈 但是不能泛滥 更不能盲目 很多时候 我们会感觉自己 被这个世界误解了 甚至是伤害了 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 这些误解和伤害 也正是因为我们自己而起 任何事情 都需要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 即便是亲情爱情 也不能太过盲目 也不能不加分辨 不加思考 仁慈和善良 要用对事用对人 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吧 仁慈和善良 用到错误的地方 不但不是一种美好 而是一种灾难 有的时候 甚至会是灭顶之灾 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想做好事 还是做好人 首先具备的一定是智慧 一种能够分辨真为善恶的智慧 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 施以善心仁慈 做好人好事 也不能仅凭一颗善心就可以 也要懂得量力而行 没有金刚钻 莫懒瓷器活 没有霹雳手 莫行菩萨心 如果我们本身能力不够 强行去帮助别人的话 最后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到 不必要的麻烦之中 这就不明智了 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进退 明白深浅 才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让善良和仁慈之中 带有智慧和力量 这样才是真正的智者所为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能够首先做好自己 就已经不容易了 让自己做一个明示里懂感情 知恩图报的人 如果自己还有余力 再去尽力地去帮助那些 真正需要和值得帮助的人 这已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境界了 善良和仁慈 始终是一种难得的品质 和至美的境界 唯愿我们的每一位朋友 都能够在生活之中 多遇到好人好事 也让自己的一颗善良之心 用对地方用对人 如此 我们的生活和这个世界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温度 越来越有情怀 人生苦短 如白居过细 忽然而已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感慨于时光的逝去 也悲伤于青春的消失 也总是被生活中的各种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所动容感伤 或者兴奋狂喜 然而 人这一辈子 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 生命的意义 到底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都或多或少地 思考过这个问题 也或许曾经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 陷入过深深的思考与迷茫 人生之路 注定会有无数的得与失 也充满了各种聚散悲欢 当我们在忙忙碌碌之余 或者是某一个感性的时刻 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过往的时候 总是会发现 那一串串的脚印和成败得失 我们总是在努力地想得到更多 似乎永远都不懂得满足 其实很多时候 德也是失 失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德 得失之心不需要太重 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也是生命给予我们最大的恩赐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也没有谁会一定陪伴我们一辈子 人生无常 聚散随缘 我们不必要太过伤怀于离别和再见 一切都是因为缘分 有缘自会重逢 无缘也是天意 我们要感谢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一城的人 那些美好会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尽管有的只是短暂的一段同行的路程 却依然美好 依然值得我们感恩和怀念 人生就是这样 缘来则聚 缘去则散 我们习惯就好 又何必过于执着呢 看淡得失 聚散随缘 如此我们便可以获得一个 轻松自在的心态和人生 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 此时此刻的感觉 过往的和未来的 都不如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来的重要 把握好现在就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和珍惜 人这一辈子就是一步步的往前走 一路走来必然会有得有失 有相遇也有离别 这就是人生 这也是最真实的人类命运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向死而生 只要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精彩 那么此生便是无憾的 也是无悔的 生活之中我们经常会感慨 事实多变 人生无常 生活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 也总是充满了变数 以至于我们经常会感慨 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遇到好的运气 最好是能够尽快地升官发财 走上人生的巅峰 可以说对于未来的没有把握性和不确定性的所产生的迷茫和没有安全感 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一种心理状态 看似无常的人生 其实也自有定数 云云众生 很多时候都是被自己膨胀的欲望蒙蔽了双眼 同时也变得不知足 不懂得妥协和接受 其实一个人一生能吃多少食粮 一辈子能获得多少财富 能爬到多高的位置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定数 就好比考大学 任凭我们多么努力 找多么好的老师 可能呢 最多也就考个普通的本科 这是由我们自身的天赋所决定的 如果不认同 不妥协非要一门心思考清华北大 那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而且也是绝对实现不了的 理想永远是丰满的 而现实却经常是骨感的 一个人如果就是不承认生命中的定数 那无疑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和大自然的规律过不去 到最后不但是苦了自己 也有可能耽误了自己 一个人最大的聪明 就是改变那些能够改变的 去接受那些改变不了的 难点呢 也就在于去发现 哪些是可以改变的 哪些是注定改变不了的 以平常之心 面对无常之人生 以淡定之心 去坦然接受人生的种种定数 这既是一种豁达 也是一种睿智 在这个世界上 要想活得轻松一点 充实一点 幸福一点 到最后 总是要和现实达成一定的妥协 也总得懂得知天安命 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感慨 人类其实真的是太过渺小了 所以在很多事情面前 经常会产生无助感和无力感 然而 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也是大自然给我们安排的角色 我们只有尽量地去努力 然后以一颗平和的心 去面对一切的得失和成败 尽人事 而听天命 便好 自信 突然感觉是个很玄 很妙 又很虚无的东西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你见过他的模样吗 你体验过他的滋味吗 曾经甚至现在 我一直在灌输给自己自信的概念 也曾不断地高喊口号 摇旗呐喊 可是始终没有触及他的含义 仍然不得要领 即使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运气 过上了相对体面一点的生活 似乎真正的自信 仍然没有降临 因为面对陌生的事情和环境 我仍然一如既往的心虚 仍然没有战而胜之的霸气和勇气 透过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才发现自信的感觉之所以没有建立 那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对于失败的恐惧 对于别人评价的过分在意 致使自己不敢行动 不敢尝试 甚至为了维护那所谓的脆弱的自尊和自信 深深排斥着一切未知领域 在这样的心态之下 怎么可能建立起来真正的自信 那喊得震天响的鼓舞自己的口号 也注定是苍白无力的 外强中干 虚张声势者不是自信 真正的自信 不是排斥失败 恰恰是从接纳失败开始的 失败了能再来的人 才是真正的自信者 成功只是自信的结果 而不是自信的原因 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真正自信的人吧 不再惧怕别人的议论和诽谤 也不再恐惧别人的眼神和气场 自信一定可以使你获得 重生般的前所未有的体验 把经历的一起 当作是一个过程 过程无所谓失败 享受的是其中的过程 挑战自己 战胜自我的过程 远远比活在舒适区里 来得刺激和充实 记住 真正的自信者 绝对不会惧怕失败 人生最难办到的是什么 不是别的 一定是一个物字 物道理 物感情 物迷茫 物当下和未来 这一切都需要拥有一颗智慧 就是智慧 头脑和善感的灵魂 所谓的开悟 就是智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升华和迸发 也是痛苦困惑的终结点 一个人 一旦开悟了 也就看透了 一切的一切 在开悟的人看来都非常透彻的 甚至是简单粗暴的几句话 就能够解释透一切的迷茫和不解 开悟的过程注定是痛苦的 甚至也是漫长的 但是一个人一旦开悟了 那些所谓的痛苦也就到了终结点 开悟是一条虽然艰难 但很充实很有成就感的自我修行之路 人这一生如果只是浑浑噩噩 而不懂得修心 不知道去领悟和感受生命和生活的真谛 那将是非常可悲可怜的事情 也可以说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和糟蹋 懂得开启自己的智慧 发掘内心那敏感的触角 才能够感知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和人生的终极价值 用心思考和感悟的人 才能够获得最高级的生命体验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吃喝拉撒仅仅是生存的必要 而提高自己的心灵维度和思想厚度 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终极使命 如此也才能够不辜负大好的光阴和上苍的恩赐 愿我们每一位友友 都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心灵和内心世界 用心去物去感受 从而收获到一个开悟的大脑和美好的精神境界 生活的本质其实就是孤独的 孤独是我们云云众生 与生俱来的一种最真实的心理感受 也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 面对孤独 我们一般会有三种状态 一是惶惶不安 迷茫痛苦 一心想要逃出寂寞 二是渐渐地习惯了那份孤独寂寞 安下心来 建立起生活的条理 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从而去驱逐孤独 三是把孤独当成一个契机 从而诱发出关于人生 生命和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 其实孤独可以是一种力量 而独处则是一种能力 我们一定要知道 也要接受的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命运的旅途之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行者 孤独甚至会跟随我们一生的时光 同学的邀约 朋友的召唤 那些推杯换盏和灯红酒绿 也无法从根本上 去消除掉那份发自内心的孤独感 当我们真正习惯了寂寞与孤独 就不会再用眼泪去表达自己的脆弱 而是用坚强来武装自己 西雅图中说 人生而孤独 这就是世界 在我眼中 孤独分两种 一种是没有享受过繁华世界单纯的孤单 一种是经历过悲欢离合后 学会与孤独好好相处 从本质来说 孤独并不可怕 因为人人都一样 只是有的人善于伪装 而有的人表露得更加明显罢了 寂寞和孤独并不可耻 相反那些无法忍受寂寞和孤独的人 才不配拥有一个 安静而美好的人生 承认孤独 接受孤独 拥抱孤独 那么我们就可以与孤独为伴 甚至可以活得更加深刻而通透 加油 共勉之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承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人世间 波鬼云觉 因果错综 云云众生 看似差不多的人 却各有各的机缘和命运 我们都有属于自己注定逃不掉的宿命 也无意不是活在自己的因果和业力纠缠之中 一个人 一旦相信了缘分和宿命 就可以做到平和平静 就能够看透得失荣辱 从而以一颗平常心 去看待生命中的一切遭遇 其实人的一生 遇到什么人 什么事 不管是大的方面 还是小的细节 都好似事先写好的剧本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个小小的角色 在人生这场大幕中努力地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戏份而已 面对人生中的方方面面 尽力变好 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 乃至寿命福报 面对人生中的一切都要抱有一个随缘的心态 不用去抱怨什么 也不要洋洋得意 因为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机缘和合下的产物 缘来则聚 缘尽则灭 少一点贪心和欲望 就会多一点自在和洒脱 凡事只要认真了 努力了 就会无愧于心 始终相信 我们这一世应该承受的一切都自有因果 一切的发生发展也都是缘分 我们能够做的 也是唯一有意义的 就是在属于自己的机缘和命运之中 把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做到最好 然后去坦然地面对一切结果 或许 这才是我们面对人生最好的态度 人生 平平淡淡 顺其自然 看淡得失 看透生死 不要瞎想 不用多虑 好好走完属于自己的一生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宿命 加油 共勉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复杂 什么最多变 又是什么最让人琢磨不透 对 答案就是人 因为人心最是复杂多变的 正所谓知人之面不知心 人心隔肚皮 做事两不知 人心才是最靠不住的 人性中的阴暗面 诸如贪婪 慵懒 自私 妒忌 暗算等等 都会在每个人的身上 多多少少的体现出来 你认为自己给的够多了 可是别人总觉得该不够 你以为做的已经够好了 别人觉得还差得远 你以为的总是和别人以为的不一样 人心总是那么的反复无常 飘忽不定 与其试图窥探人心 不如勇敢而理性地直面人性 知道了人性中的阴暗和不堪 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 不受伤害 过于相信人 总是对别人掏心掏肺 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句话要时刻记在心里 我们相信 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候是善良的 但是也不要低估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不要相信人心 要相信人性 这是我们处于这个复杂世界 应该保持的最起码的清醒和理智 我们都说人间是充满爱的地方 也都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都犹如天使一样美好 但这终究只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 所以我们总是难免会遇到不好的人和事 这个世界上也注定会存在一些阴暗的角落 我们只有先做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才能给别人爱 看透人心 看清人性 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 加油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到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人生的道理往往是很简单的 但在简单的道理也不是人人都懂 更不是人人想懂 云云众生 什么样的人都有 思想境界 感悟能力 道德水平等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浅显的道理 有的人就是不明白 除此之外 还有那么一部分人 是自己不想去明白 也许他们知道那些道理的真相和逻辑 但是内心深处 就是不想去承认和接受 人生就是一个修心悟道的过程 如果不懂得道理 不去按照人生大道去经营自己的人生 就一定会陷入迷茫和痛苦 也注定得不到一个通透而智慧的人生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也不管是友情 亲情 爱情 所有的方方面面 都需要我们遵循着一定的道理去做 如果没有一颗悟道和自省的心 我们是一定不可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的 当然也不可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总有一些人 我们是觉不醒的 他们有的是在装睡 有的则是真得沉睡不行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希望所有人都通情达理 甚至不厌其烦地去说服别人 其实大部分时候 我们的用心良苦都是徒劳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的人是真的很愚蠢 无论你说什么 他们都听不进去 更领悟不了 而有的人则是真的很坏 在他们的字典里 根本就没有道理二字 所以对待这两种人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耗费自己的精力 静而远之便是最好的选择 做好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通透而睿智的人 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心灵和头脑 我们就一定能够活出生命最好的样子 作为一个平凡普通的人 首先做好自己 至于那些愚笨和心坏的人 自有一堵难强 等着他们去撞的头破血流 我们只需要和那些具有大智慧和明示力的人交往 从他们身上学到智慧和经验 如此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实现突破和精进 让我们都争作一个明心见性 通情达理 而又充满智慧和良知的人 加油 在这个世界上 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具有三大顽疾 那就是贪嗔痴 一个人如果心中不淡化 乃至清除掉贪嗤痴 这三种负面的心理 那么就注定永远不可能 获得心灵的宁静和生活的幸福 尽管这个过程确实很难 但是唯有克服掉它们 我们才可以实现修行的进步 和思想维度的提升 贪嗔痴 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因果 也参不透机缘 所以才会有执念 有不愤和抱怨等各种的负面情绪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发生和结束 一切的悲欢离合 爱恨情仇 其实都是有因果的 疫情务必要记得 一切都有因 有因必有果 一旦当我们深信了因果 就会自然而然地懂得了释然 一切的安排都有着其必然的理由 我们又何必那么计较和执拗呢 活在当下 好好地完成这一世的修行 就是最务实 最现实的人生态度 贪嗔痴 说到底还是我们的智慧不够 境界太低 一旦我们能够以清静之心去领悟 去发现 那么我们就能够发现 前所未有的通透 和彻彻底底的释怀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无论我们这一生将要遭遇什么 那都是因果使然 也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拥有一颗平常心 不要让自己的欲望 执念和情绪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和任务的 而修心修性 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完成的功课 朋友们相信吗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都源自于因果 其实因果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它不曾有片刻的远离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因果熟视无睹 甚至是视而不见 因在远处 果在身边 我们很多人 只是看到了眼前的果 却不知道去追溯一下开始的因 因果 其实很简单 没有云彩不会下雨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皆有因果 皆有开始和结束 看透因果 也就洞悉了人生 明白了一切 福西或所依 或西福所福 好事也许是坏事的因 坏事也可能是好事的果 一切都是在因和果的循环中进行着 我们要想要好的果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种下的因 行好事得好果 行恶事也一定会得恶果 好与坏很多时候 在于我们的一念之间 但是却会导致不同的结局 这里面的内在逻辑 便是因果在发挥作用 人生之旅 其实也就是一个不断地种因 和不断地得果的过程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不要去种下不好的种子 尽管我们做不到事事俱全 尽善尽美 但是在我们自己 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一定要用一颗善心 去面对一切事情 行善之家 必有余庆 只要我们自己行得端 走得正 邪恶之果便一定可以远离我们 能够看透因果 也是需要一定的智慧和境界的 参透因果 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提升 自己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 多去感悟和思考 用心去发现 懂得通过现象看到本质 才能看清楚因果的来龙去脉 和内在逻辑 做一个理性而睿智的人 不被浮云遮望眼 看透世上的一切 纷纷扰扰和来来回回 如此我们便活出了一个通透明朗的人生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 人生没有偶然 一切都是注定 仔细想来 确实如此啊 我们人生中的一切偶然 其实都有着背后必然的逻辑 一切的发生 似乎也是冥冥之中注定好的 所以说 一个人做人做事顺应大道 便能事事顺遂 便能让自己尽量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顺天道 知敬畏 这是我们每一人都应该具备的觉悟 人到中年 经历了种种浮沉 看惯了事事无常 同时也更加相信了命运 你会遇见谁 怎样的方式遇见 都是命运的安排 没有办法改变 该来的总会来 或早或迟 要走的 迟早会离开 早早晚晚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 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 每一段感情 乃至是生死 其实都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生命中的偶然或者必然 缘分或者命数 其实说到底还是因果 众善因得善果 众恶因得恶果 一切都在因果中循环 一切都是自己的起心动念和行为使然 因此 要想得到好的命运 就要从平时的一行移动出发 从每一个起心动念开始 做好事 发好心 努力修行 只要坚持这样做 我们未来的命运 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 加油 共勉之 苍天以万物为雏狗 云云众生 平凡而又普通的 我们在这个宇宙中 渺小的都不如一类沙子 我们的命运 更好比是漂浮在水面的叶子 随着微风摇摆起伏 更不知道最终会漂浮到何处 而明天的期盼和意外的打击 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来 面对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多变 我们又能够怎样 天灾 人祸 病魔 还有各种各样的意外 它们是那么的无情和残酷 我们难道就只能任由它们摧残蹂立吗 其实我们可以做到的 就是要好好珍惜当下 要努力地活好每一个瞬间 而最可惜的 就是在每一个活着的日子里 却去担忧未来的事情 要知道该来的总会来 躲也躲不掉 与其过度地忧虑恐惧 还不如就好好地过好现在 生而为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 生命是极其有限 且很脆弱的 因此我们心中想做的事情 就要用心坚持去做 想见的人呢 就要抓紧时间去见 珍惜当下所拥有的 好好地去活 不负自己 不负时光 不负生命 也许这才是 我们面对无常人生最理智的态度吧 人生的剧本就是那么安排的 我们都注定会有自己的命运 既然有缘来到这个世界上 走上这么一遭 活一天就赚一天 什么时候老天爷想让我们回去了 那就随他的便吧 只要我们曾经真真切切地活过 也就足够了 尽管现实是如此的残酷 最后还是要祝福天下所有善良的人们 都能够迎接到很多很多美好的明天 同时愿所有的天灾人祸都能劫后余生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我们身边的人有很多 认识的人也很多 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真的在乎谁 谁又真的在乎你 我们得到的答案也许是残酷的 然而生活就是这样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 有时候也得勇敢地去面对真相 其实我们自己的心里都知道 真正在乎我们的人并不多 当然我们真正在乎的人也很少 这是人之常情 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更多的是利益 少的是情意 那些真正在乎我们的人 除了最近亲的那几个 恐怕其他的人并不会很多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 感情只是链接我们的纽带之一 人和人之间 更多的是经济利益上的往来 和相互之间的价值交换 要珍惜那些真心在乎我们的人 他们是真得希望我们好 这样的人 我们如果不懂得珍惜 那就太糊涂 太不知好歹了 人这一辈子生活的意义 和奋斗的动力 其实就是为了那些真正在乎我们 和我们所真心在乎的人 为了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为了不让他们失望 所以我们才会砥砺前行 努力奋斗 人间最美的 永远是一颗真心 所以在这个人情越来越淡薄 真心越来越稀有的时代 我们更应该倍加珍惜 那些对待我们好的人 人性的温度比金子都珍贵 任何一句温暖的话 一个鼓励的微笑 一个理解的表情 都值得我们好好地收藏和珍惜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大部分时间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鼓劲 以自己顽强的意志坚持到最后 而那些在路旁给我们鼓掌加油的人 即使很少 但是也一定会有几个 即使就那么几个 我们也应该感到知足并感恩 我们真正地在乎谁 谁又真正地在乎我们 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努力生活 活出自己生命最美的样子 便是对自己还有那些我们在乎的 在乎我们的所有人的最好的交代 我们要学会放空自己 放空自己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心态和心境 只有懂得归零和放空的人才会让自己 保持在一个轻松自如的状态 我们的生活 不能总是背负着太多的东西前行 而是要懂得为自己的内心清理内存 为自己腾出来更多的空间 我们这一生 有太多的失去与得到 也总是有太多的事与愿违和意料之外 如果什么都计较 什么都放在心上 就一定会越活越累越活越沉重 试着放空心态 不被源源不断的人和事所影响 这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人终归是要向前看的 我们走过了时间的荆棘丛 明白了太多的东西 哪怕是得到了很多 或者是遇到了很多遗憾的事情 这一切的一切 不过是过眼云烟 都会慢慢消散 而人生到最后也只不过是一场空 一个人一旦有了放空的心态 就不会变得焦虑 取而代之的则是宜然自得 轻松自在的感觉 放空就是随缘自在 不入其心 就是能够屏蔽掉来在外界的纷纷扰扰 保持一个从容淡定的心情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不必在乎目的地 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 也不要去执着最后的收获 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成长 看淡得失成败 放下执念困扰 始终让自己的心里保持空灵自然的状态 那么我们的生活即使不是非常富足的 但是也一定可以体会到生命的美好 学会放空自己 才能够容纳更多 才能够轻松前行 加油 共勉之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